你 杜丰高兴太早了 宏远五连胜确收坏消息姚明最担心的事发生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砍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常按下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亚三的视频给更多的朋友看到 谢谢大家 本期视频大家说一下最近杜丰收到了一个重大的坏消息 我们知道其实目前的广东队也是战胜的四川队取得了赛季的五连胜 对杜丰来说本赛季适合来走的确实是一场的顺利 在此前的一场败战都没有遭遇到 而且目前的虽然说外援还没有到位但整体来说 杜丰带领着广东队那还是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所以其实外界都普遍认为说 那么杜丰如果说接下来即便是以全华班那个阵容呢 其实应该呢 也可以很顺利的拿到一个总冠军 但其实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呢 虽然说目前广东取得五连胜那么取得成绩确实不错 但与此同时可能很多人也已经发现了 在这五场比赛当中有四场比赛其实都没有 老大哥一见了那个身影 那么一见了呢 自从参加了这个节目战之后呢 从此之后四场比赛他都缺席 在此之前杜丰的曾经是提到过说啊一见了呢 应该会在第五场比赛出现 结果没有想到到了第五场比赛他依旧选择轮休 所以呢其实啊他的一个消失也让很多球迷担心说 一见年是不是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的 而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我们也知道呢从第1场比赛结束之后 一见年就因为在中途啊这个腿伤复发了那么调整下来 在此之后再也没有上过场 虽然在此之后虽然说广东这边说啊一见的那个伤病没有太大的问题 在此之后呢应该能够正常上场 但是一拖再拖一拖再拖到现在呢五场比赛已经过去 一见年始终是缺席这么重要的个比赛 所以其实我觉得对杜丰来说那么现在的话其实即便是五年胜的 也不要高兴的太早 因为一见年作为一个啊广东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如果说接下来因为腿伤复发的问题不能够上场比赛的话 那可能接下来对广东整个赛季而言都是毁灭性的一个打击 尤其是目前的情况我们也知道呢 广东的外援依旧是没有到位 所以其实他们很大程度上呢 是依靠着一见年这样的一个核心呢 带领着整个球队往前走 而一旦一见年自己呢也出现一个问题 外援也不能够到位的话 那么可能呢对广东整个赛季的一个成绩呢 都会造成很重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其实呢那么其实对杜丰而言呢这样的一个消息肯定是不想 最肯定是他呢不想看到的 所以其实接下来也看一些人这边呢能不能够赶紧调整过来 赶紧能够恢复上场 帮助广东呢 那么去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而目前来看一见年那个伤病的一个问题呢肯定也是姚明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那么此前姚明是一直很关心一些年包括 节目站的时候呢 他也到场去观战并且呢和一见年进行握手交流 他肯定也很关心一些年恢复的怎么样 那现在一些年再次复发的话 那么他的个腿上呢肯定也会让姚明非常担心的 所以呢其实作为球迷呢我们当然也希望一些人能够赶紧恢复起来 毕竟呢他在此前休息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那么现在好不容易恢复了 我们当然想看到老大哥呢能够在场上继续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继续展现这个V5的状态 好了本期的阿三坎球就聊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